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庭环境温度的一个设置 宝宝 新生儿离开母体 食应外界环境 对温度是特别敏感的 所以说家里面的温度 冬天时温一般设置在24到26度 不能太高 免得孩子出汗受凉 也不能太低 以免把孩子给冻着 所以说要经常摸摸孩子的手心 足心是不是热乎的 背心有没有汗 同时家里面要注意通风 第二点就是喂养方面 一定记住 新生儿的吃奶 一个原则就是按需不入 肚子饿了就给他吃 不需要严格时间和严格每次喂奶的量 第三点就是孩子的皮肤 清洁一定要做好 要及时的洗澡 便后要及时的清理 他的臀部的这个皮肤的情况 同时穿的衣服要作为棉质的衣服 第四点 新生儿有些生理现象 比如说口腔里面有马牙 那么不要随便去挑孩子的口腔的马牙 也不要给他洗口腔 注意孩子齐步的护力 避免得其言 第三点 最后一点 孩子平时吃奶以后 一定要多拍背 防止吐奶 呛奶 做好以上几方面 可以减少孩子的生病 让孩子及时能够吃到足够的奶量 保证孩子生长发育 体重增长 减少生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